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国外都会还算是蛮普遍的吧 就是之前我提过就是红药丸和蓝药丸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搜索 就是在英文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词语 叫red pill and blue pill 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两种价值观 就是它是两种逻辑 就是当人遇见危险的时候呢 你是会选择去接受一个痛苦的真相 还是去接受一个幸福的假象 你知道吗 然后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就是在很多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让你个人打个比方男孩喜欢打游戏 然后你打通关了 然后你打通关了 然后你去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你说 李磊我昨天玩那个王者荣耀 我拿了三次的这个冠军 然后可能你的朋友李磊会给你两种答案 其实他会跟你说红色药丸 他就是就是指的是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拿了三次冠军关我什么事 我根本不是关心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事 给我听好不好 这个就是红色药丸 然后所谓的蓝色药丸就是他会说 哇你好棒 你怎么做到的 我真为你拿到三次冠军感到高兴 所以说你是会选择 对方真的会为你的事情而感到高兴呢 还是会觉得 还是会觉得对方其实根本就不在乎 我为什么今天想到说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就是在网上发这个微博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看见了一个就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然后之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朋友 然后给我点了一个赞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当我看见那个赞的时候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很开心 因为我完全没有意料到 所以说我就联系他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当我看见你的赞的时候我很开心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我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我觉得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觉得这种不经意间的这种惊喜 其实往往可能是最真实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去聊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想去 在微博上跟朋友去互动一些 因为彼此不了解 我希望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世界 然后就像我反而往往对微信啊 还有就是在国外的这种Facebook啊 我再慢慢的去远离他 因为很奇怪 人总是用一些社交的手法 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跟人熟悉了以后 可能往往到最后 周围给你灌输的都是一些蓝药丸 让你觉得很幸福美满 然后瞬间你又会觉得这种事情可以随时崩塌的 所以说我现在更多的希望的是和大家去分享一些 最真实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然后而不是活在一种虚假的幸福的小世界里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如果有希望继续跟我交流这个话题的朋友 就请给我留言 谢谢 记得给我点个赞 谢谢 谢谢 谢谢